您现在收听的是KPMG知识音浪 欢迎收听KPMG知识音浪节目 我是主持人Peter 我们都知道 现在的利率真的是越来越低了 在这个利率走低的趋势底下 究竟对我们的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很多人会说 当然存款就比较存不到钱 然后我们的投资安排可能会做一些别的决策 但是你知道吗 其实在民法当中 也有一些关于利率的条文 而且为了因应这个利率下修的趋势 民法也做了相关的修正 今天这集节目很高兴的邀请到了 KPMG安侯法律事务所 主持律师季天昌季律师 另外还有邱鸿文律师Isaac 以及谭承佑律师Tony 邀请三位律师和我们来分析一下几个重点的话题 一个是民法的约定利率的下修的影响 另外一个是毁约与不可抗力的条款内容 有什么样的变化 这样子的趋势 两个主题要跟大家来分享 哈喽季律师你好 你好 哈喽Isaac你好 哈喽你好 Tony你好 你好 是三位专业律师呢其实都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 当然这个约定利率的话题 我相信跟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切身相关的 所以我想先请教一下季律师 这一次我们看到民法在修订所谓的约定利率的条文的时候 他是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修正呢 这个是一个法治上面一个很很亘古的问题 就是很很久以来大家有一个争论 就是说法律到底要保护弱势到什么程度 那当然这个所谓的法定利率的上限 就是为了保护这个借款人 如果我们常有时候听到说 哇这个很缺钱去跟地下贤装借钱啊 或者是跟人家周转 那之后对方会一个虚子打开口 所以法律上有一个保护弱势的一个规定 他是说你上限不能够超过多少 那以前是规定不能超过20% 那现在呢进一步把它调降成16% 它调的越低就代表着借款给别人 你要要求的利息呢 就不能够高过这个上限 那当然这样子会不会变成说 有些人他急用的时候 我即使宁愿花很高的成本 我也一定要借到钱 反而这样就会借不到 这始终会有一个两极的一个论证了 不过我想这个参考这个国际潮流 就台湾在这个法治的修整上 这个往下去调整 其实也是算符合国际的一个趋势 是不过即使是从20%变成16% 我也蛮好奇的就是说即便是16% 这个修订后的数字也还是远远高出 现在的利率水准很多 那我想国际之间有类似这样子的条文吗 他们有规定利率的上限吗 有的有的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专家 就是Isaac邱宏文律师 他待会会跟各位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 那我们这边其实也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 相信可以提供大家一些参考 好Isaac 这个就是要请教你专业的意见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其实现在一年期定存 真的存不到什么钱 那这个16%虽然说是已经修订过的 稍微降低了 可是也还是很高 说实话 16%这个可能是好几十年前的水准了 对不对 那我想请教 国际之间有这样子定定利率上限的 同样的例子吗 有的 这个其实在那个立法委员 当时他们修法草案的时候 他们其实就去做一些研究 那他们其实那个时候去研究到说 美国啊 就是多数州 其实他们的利息上限 其实都是在10%上下左右 所以他们是认为说 其实用10%来定 其实应该是比较合理 所以当时他们那个立法草案 也是直接把20%下修到10% 对是这样子 不过其实法务部他们针对这一点 他们的部分是比较保守的 那他们是认为说 因为这个民法 这个约定利率是定在205条 它适用在所有的契约里面 所以这个适用的人 可能不只有弱势的债务人 那他们是考验到说 各种的金钱债务的风险都不太一样 可能要有点弹性 那当然他们也做了一些比较法的研究 譬如说像 德国的民法或法国民法 其实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约定利率的上限 那再来 韩国这边它还是有到25%的部分 那中国的话 它是两阶段的部分 也就是说利息如果超过24%的话就不能请求 那超过36%就会无效 所以其实法务部的观点是说 各国立法力比较之下 台湾便没有显然过高 那这边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 其实当时在104年之后 银行法这边也有特别修正说像现金卡或是信用卡 这循环利率也是低于15% 所以我想当时立法委员他们想要下游到10% 那最后定到16%可能是也有受到银行码这边的影响 就是让这个数字比较接近 刚才提到这个双卡风暴 大概在15-16年前的时候 确实在台湾社会有一次相当大的影响 那一次的您刚才提到利率是15% 所以这一次把它调降之后变成16% 您认为其实是有一个就是接近的一个意义存在 对 所以可能也有参考银行法这边的规定做一点调整 但是我刚才观察您的这个解释 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我也要请教一下 您刚才提到说中国大陆规定是说 利率超过24%的部分不得请求 超过36%的部分无效 那我就已经不得请求了 不得请求与无效之间它的差别是什么 好 这个其实就 其实跟这次的修法也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我们原本修法的条文是说 超过招人20%的话是没有请求权 那这次修法的部分会变成说 超过16%就会变成无效 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用这次修法来解释一下 那过去实物上是怎么样操作这个条文呢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就是 过去的判决 他们有提到一段 他就讲说债权他对于超过的部分的利息 是没有请求权 那除了债务人就超过部分的利息 已经任意给付外 那经债权收领是不可以 不得卫系不当得利的请求 那这个白换是什么意思 因为法律人用字都比较拗口一点 我用白换来解释一下 对真的需要真的需要 对对对 他意思其实就是说债权他如果超过约定利率的上限 他不能够主动要求债务人付了 但如果债务人他自己觉得我心甘情愿 我要付这些超过部分的利息 那债权有收下的话 那债务人就不能够事后再请求他返还 所以不得请求的意思是说 我不能跟你要 但你要还我我没有意见 对你还是可以保佑 那这个是在修法前的状态是这个样子 那修法之后因为超过的部分已经变成无效了嘛 所以变成说债权他自己收下这个超过部分的利息 他也是没有法律上的原因 那这个其实就牵涉到不当得利返还的这个问题 那这个重点就来了 不当得利到底他做了什么事情 会被判定为这个不当呢 这个行为您可不可以帮我解释一下 好没有问题 这个不当得利 其实就是在民法上一个很常使用的一个主张 那他的要件其实非常简单 就不当得利就是说是以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利益 致他人受损害为他的要件 所以如果说有法律上的原因的话 而受利益就不会构成不当得利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说债权 他其实就是属于一个有效的一个法律上的原因 譬如说我们很常见的一些租赁 或是借贷买卖 这些都可以构成有效的债权 债权的话 其实他就要透过请求权来实现他的主张 那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来解释 可能大家比较容易清楚了解 好那如果我们现在举借贷好了 就是民国109年的话 A借B新台币100万元 那约定年利率是25% 那利息就是25万元 那如果依照当时修法前 是以28年利率为上限的话 5万元的部分就是超过的部分 那所以如果B认为 他欠准还钱 就是本来就是应该的话 他多他付了这个25万元的利息 那事后B就不能够请求A去返还5万元 那因为这个A他保有的利息 都是基于有效的这个债权 也就是记贷7月而来 不过在修正之后 因为他这个借贷利率 已经缩减到16% 所以超过部分都会变成无效 所以即使A他保有这个超过部分的利息 B还是可以请求他返还 那刚才您提到 其实之所以降到16%的这个利率 其实跟以往的这个事件 是有一些关联的 那这一次信用卡循环利率 有没有适用在这个修法当中呢 这个其实不会适用 因为是银行法 它是民法的特别法 那其实法律上有个原则 就是特别法会优于普通法的原则 那银行法的话 当然会优先适用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在这次修法上 都不会适用到信用卡 或是现金卡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点大家要特别注意 信用卡或是现金卡 它是不是用这一次的利率修正 那还有一个行业是蛮特别 但是它也存在在社会上 也很久的时间 它跟钱有关系 就是档铺 这个典当行业呢 它同样的 它其实某种程度上 也是一个扮演资金融通的角色 它适不适用于这次民法的修正呢 这个一样也是不适用 因为档铺业 它其实也有档铺业法相关的规定 所以这个部分一样跟银行法一样 都是民法的特别法 好 那整体而言 其实我们可能都会认为说 这次的约定利率下修 跟个人是很有关系的 没有错 但是对于企业它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吗 对这个一样其实也会有的 就是像我们实际上常会处理到像有一些待遇资金 或是出售货品的企业 那他们可能会就会约定这个利息的利率要怎么样约定 或者是对方如果此言付款的话 那这个利息约定 这个其实都会牵涉到双方这个缔约的能力 然后还有一些风险考量的因素 那尤其是像我们会处理到一些外国公司 跟本国公司之间订约的时候 他们可能都不会知道 本国这边的利率上限是什么 所以可能就会约定超过上限的利率 那但是因为这个 我们可能都会 这个契约会用 就是一个版本它会用到各个国家 所以这个我们都会建议它说 可以特定 就是以台湾为一个主题 然后约定固定的这个利率上限 然后注意到法定是怎么样的上限 这样可能会避免错过形式 那或者是在后续这个损害赔偿发生的时候 这个计算问题可能会产生一些争议 是合约是白纸黑字的事情 所以当我们已经进入了2022年之后 这个法令的适用跟生效的期间 就是我们这集节目要提醒大家 特别注意的一个重点 我想请教一下ISAC 这个生效的时间 它是1月1号吗 跟着这个日历走吗 还是它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好 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要先提到 就是民法再变施行法 它有规定说这个施行前的约定 它是在施行后发生的利息 再会以为使用 那关于时间点的部分 其实大家也都很关心 那它是 再变施行法也有规定到说 是在公布日后6个月施行 那公布日的话其实是在今年的1月20号 所以6个月后之后 那就是110年的7月20号 所以这么刚刚我所说的 这个再变施行法的话 契约假如是在110年7月20号以前签订 那相关利息的起算是在 该日之后到利息的上限 利率的上限期就要适用刑法 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 不是2022年的1月1号 不要想当然了 这个有些事情还是跟着法律明文的规定来走 我们非常谢谢 ISEC刚才针对民法这个利率上限这个部分 全盘的完整的解说 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法律的议题 跟大家要探讨的 就是毁约跟不可抗力的条款 我们都知道在疫情开始这两年 已经进入第三年了 在这个当中有许多的事件 是因为疫情而被迫停摆的 比如说我们因为疫情不能够出国旅游 我们因为疫情有一些演唱会 或者是有一些大型的公众场合 它临时需要停办 在这种时候我们会认为 可能这就适用不可抗力条款 但是在这六个字背后 究竟不可抗力条款 它代表着什么 这个字面的含义跟我们所认知的定义 在法律上面会不会产生一些冲突 或者是争执的地方 这个重要的议题呢 就要请Tony来跟我们分析 Tony我想借这个机会请教一下 到底什么是不可抗力条款 现在我们每一个人想象的意义 是差不多的吗 其实不可抗力条款 虽然在各种契约下的用字前词 会有所差异 但是基本的精神都是相同的 就是契约的双方又来规范一些 无法预期的突发事件 这好比说像是天灾地变 战争罢工或者一些政府禁令 像这些就是双方即使用尽了最大努力 也没有办法避免的事件 那不可抗力条款就是 使因为这些事件而受到违约的一方 可以来免除部分或是全部的契约责任 是如果要这样判断的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说 假设要适用不可抗力条款 在我们的契约当中 那我们就必须有先纳入这个疫情 作为我们不可抗力的事件才能适用 是的没错 是我们双方在讨论 有没有不可抗力条款适用的时候 那确认疫情是不是双方约定的不可抗力 就是第一步 如果像是契约中有写到像是瘟疫流行病 或者是政府决策这些字眼 那通常就是包含在里面了 那其实就算没有写到这些字眼的话 通常契约双方也会有像是一些 其他非双方当事人得合理预见或控制的事件 或者是像是一些不可抗力 或者是不可规则双方当事人的事由 这些字眼等等的概括条款 那像您所说的 就像在这次疫情上的话 是一定有法院使用了这些概括条款 认为说新冠肺炎的严重程度 是等同于其他自然灾害事变 或者是一些政府事件 所以让说契约双方当事人 可以免除掉一部或全部的责任 是不过概括条款 就是因为它之所以叫做概括 就是它没有全部的列出可能性在里面 但是它用一句比较大略性的字眼 然后把所有的情况都涵盖在当中 所以除了您刚才提到的 包括瘟疫啊 流行病啊 这些字眼除了要明定之外 约定概括条款好像是一定要做的 对不对 是的 没错 但是事实上在约定概括条款的时候 也还是有一些事情需要去注意的 那好比说就是可能就要注意说 概括条款有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 比如说违约方应该受到 怎样程度的影响 才能够援引概括条款 那其实最近法院有个案例 就是说契约双方 事实上是签一个委外的营运契约 那约定说原告可以来经营场馆 从事餐饮贪污 或者是住宿等等的活动 那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 那这时候原告就主张说 因为旅客锐减 所以我没办法继续经营旅馆了 那要求援引不可抗力条款 来请求返完它的保证金 但是法院在这边事实上认为说 因为双方在不可抗力条款上的概括条款 有约定说要这个程度要到达说 足以影响本契约一步或全部的旅行 才能发动这个条款 但是因为住宿只是原告 他可以经营的众多项目的其中一个 原告就算在这个新冠肺炎疫情下 他还是可以去经营其他很多的项目 所以法院认为说 在这边原告一合约 所以可以获得的经营管理这个权利 并没有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 所以他不会去适用不可抗力条款 您提到的这个重点 我觉得很多行业的朋友可能就要注意 其实不只是餐饮旅游而已 刚才Tony提到的关键字是说 足以影响本契约一步或全部旅行的程度 才能发动 所以那我要接着请教 一定会在很多的疫情底下的一些争执 商业上的争执 企业一定会有一方会觉得说 我要引用这个可以说是王牌的不可抗力条款 那我在申请或者说在执行 我要保护我的权利的时候 我要主张 那我要注意什么 问题点就在于说矩阵的部分 因为如果要主张这个不可抗力条款的话 当事人必须要证明说是本契约 是因为这一次疫情而没办法继续履行的 那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案例 就是相信主持人您也知道 就是在疫情期间很多的建筑工地 因为工人缺人或者是缺工的缘故 都没办法继续下去 对盖不下去 对啊 所以很多那个地方主板机关 都有出示一个公函来说 如果在这段疫情期间的话 你所拿到的建造执照 可以自动的展现一年 事实上在法院案例中 就有当事人拿了这个政府的公函说 哎你看现在政府都认为说 因为缺工缺料缘故 我盖不下去 所以这不是我的问题啊 所以我要援引不可抗力条款 但是法院在这边说 很抱歉哦 这个是一个通案性的规则 那在法院面前 如果在民事诉讼上 你要援引不可抗力条款的话 你还是要证明说是你这一份契约 确实是有受到疫情影响 才能引用的 那如果不是 如果你没办法证明说 你这一份有受到影响 而是拿一个通案性的规则来的话 那很抱歉可能就没办法实用了 哦所以重点还是在于举证的部分 那最后我想请教一下Tony 我们今天准备要炒你一份合约的时候 看来我们注意到了Tony所说的 不可抗力条款的重要性 我们准备把这个条款纳入合约当中 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就是双方到底约定不可抗力条款发生之后 那效果会是什么 因为法律在这边事实上并没有规定说 不发生不可抗力事件 就一定是让双方当事人能终止契约 而是尊重双方当事人的缔约自由 所以说可能会有人约定说 如果受影响的一方 可能他就是有终止的权利 或者是说他只有暂时暂停履行 这份契约的权利 或者甚至说用其他更模糊概括的规定 那好比说我们这边还有另外一个案例 就是双方当事人在不可抗力条款里面 他就直接约定说 如果因为发生不可抗力事件 而影响到活动的举行 那到时候由双方届时再来讨论说 要如何更改或者是取消演出 但是那这个契约到时候 签了之后 那大家也知道疫情发生了 现在就有一方说因为没办法聚集众多人潮 所以我这个活动办不下去 那我要援引不可抗力条款来终止掉整个契约 那他方就说 诶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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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契约条款里面写明的就是 你要解除或者是更改 你还是要跟我商量啊 那所以双方就为了这件事情闹上法院 那法官在这边 其实是他是看契约文字怎么写 我就怎么决定的立场 他是认为说 双方当事人既然已经在契约上明白了分配风险 还有突发事件的处理方式 那我们就应该依照 契约的文字去旅行 所以就算有新冠肺炎这一件不可抗力事情发生 而可能真的没有办法举办这个活动 但是双方当事人也仍然是要以协商的方式 来讨论后续要怎么处理 所以可能在契约 企业在安排不可抗力条款的时候 到底是要让双方当事人是有一个契约的解除权 还是说只是有一个暂停旅行的权利 或甚至像这份案例里面 双方就是当事人只能有个协商的权利 事实上并没有一个绝对正确的答案啦 这是要看双方当事人或者是企业自己的目的 目标或者是甚至你的预约能力来决定说 怎样是最适合企业 你的不可抗力条款 是原来不可抗力条款并不是等于一定要解约的意思 刚才Tony也讲得很明白 重点就是你要保护你的权利 然后呢重点就是然后呢 你要如何的去表彰你的权利 这件事情才是我们在商量合约的时候 一定要做到注意的一个重点 所以从这个利率 民法约定利率的条件 还有到刚才我们谈的这个 毁约与不可抗力条款 其实在在的就提醒我们说 第一个法令的修订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我们在签订合约或者说在主张合约的时候 我们究竟要如何做下一步的安排来保护我们的权利 如何去表彰我们的权利 这些都是重点所在 如果你自己不懂的话 你一定要问专家 专家今天就有三位在这边 他们都已经发表了非常专业的意见 Tony啊 然后还有纪律师啊 然后Isaac 他们的专业我相信是大家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 期待未来在更多的法令解释上面呢 能够听到纪律师的意见 还有听到Isaac和Tony的专业的解释 谢谢大家 谢谢Peter 谢谢 KPMG知识音浪节目 让我们下一集见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